师父其实听您今年的节目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感受有两点 第一师父还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要吃全素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男女知识问题 大家同修们的感受 今天一看 下的我再做一个分享 其实师父大声疾呼的要求大家吃全素 那观世音菩萨如何是对吃全素的开示 这个同修梦到了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听一听 一个同修梦到观世音菩萨对吃全素的问题 慈悲开始如下 观世音菩萨这样说 从而吃全素并非你师父提高了对你们的要求 这本就是一个学佛人最基本要做到的 是慈悲心一边念解节咒 一边却与众生结冤 一边求做功德 一边求人天福报 可还是在做恶事 如何能成菩萨成佛 想当年我也是在人间很多事才有今天的果位 其中历经的艰辛和磨难 远非仅仅做到一个吃全素就能了得 学佛之初未必能吃全素 能有此慈悲心 可是随着修行时日增加 为何不能做到 为何不能做到 你们看到你师父心疼 流泪是你们的慈悲心 但是看到畜生到的众生受苦 为何不能生起慈悲心 难道他们不是众生 看到攀中众生之肉 又怎能忍心下快 畜生到众生 因造恶业 轮回为畜生受报 但是并非无改过之心 食他之肉 他的灵魂毕竟遭受痛苦 做菩萨和你师父的弟子 就必须要悲免众生之心 徒儿 你要找到最干净的百姓 博除恶念 消除业障 这样你才离菩萨道越来越近 你师父的境界越高 果位越高 对跟着他学佛的信动 期望也会越高 他希望你们好好修 以后也能修到更高的果位 很多事情还需要你们好生领悟 现在这个问题不难理解了吧 徒儿 你离菩萨对你的期望要求 还相差甚远 望你更加精进 其勉 好好修 师父 菩萨是这样说的 这个是 那师父 那我就 那我问你 你说这个学佛人要有慈悲心 那怎样才能做到 没有分别心的慈悲 你看 大家看到师父这么辛苦 大家心生慈悲 但是有些人就是吃欢 那怎么叫无分别的慈悲心呢 如何去做到呢 那是个境界问题 有些人们看见师父他已经算大爱了 因为师父不是他的亲人 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他把师父当作比亲人还亲 那他已经是超错 超错那种家庭式的 小爱了 他已经是大爱了 但是师父要你们把他这个爱更加的扩展 不但要爱师父 还要爱众生 还要爱众生 还要爱有情众生 还要爱那些 不管 只要那些动物 这也叫有情众生 你看些狗你养着的话 他对你也是很好 对不对 是的 还有我们就是连无情众生 无情众生 你也要爱护 比方说你不能动的那种 比方说那个石头啊 地板啊 五穀杂粮啊 你也要爱护啊 你不能浪费啊 对不对啊 这是你的心理 心理本身的一种境界在提升啊 所以一定要学的 所以菩萨真的很慈悲 什么都关心我们 什么都讲到 所以只是我们人 这个爱太小了 范围太小了 对不对啊 要大爱啊 师父 连我们心灵法门除了华人学之外 我们连西人也要学 你看看现在 现在全世界有很多西人都在学 法国人会念心经大悲咒 我们这个 这很多印度人啊 美国人啊 加拿大人啊 他们都会念心经大悲咒 这个多好啊 对不对啊 是啊 对啊对对 你看说 你看菩萨说的呢 一边念解解咒 一边却与众生结怨 一边求做功德 一边求人听福报 可是还是在做恶师啊 无可能称菩萨称佛 这这几句话还听不懂啊 这里在天天说要做菩萨 求他们全部都是人间的福报 哎呀我的儿子们考进了 哎呀我的家庭们好了 哎呀我要这个生意能够这笔生意贪成了 这种这种怎么修啊 怎么修啊 修得好不好 这只能 师父只能笑笑 有些有些商人跑出来 好像觉得他有钱 好像他就能够求师父帮忙呀 我无所谓的 我根本不会 你要根据你 我不会把你求 因为你根本自己要根据你自己的福报来的 你没福报的话 也求不到的 明白吗 你自己上辈子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因缘 没有这个缘分 那个菩萨怎么跟你结缘呢 就这个道理 是的 那师父啊 你看 当时说 观世音菩萨这样说 土耳你要找到最干净的本性 不除恶念 消除业障 这样你才能离菩萨道越来越近 请问师父 这种最干净的本性是什么呢 师父 就是九十天宗的呀 佛的充实性呀 就是人的本性啊 他叫叫叫 我们我们就称为他的最内在的一个佛性呀 就是佛性就是我们最干净的本性呀 本源就叫本源呢 本源的本性 那师父 那我们学佛人是博出恶念 消除业障了才能找到百姓 还是先找到百姓 才能更加有利于博出恶念 消除业障呢 那当然先要找到 从理论上先要找到本性呀 然后在世界上再慢慢就找得到 今天就等于你要到地方去 你先要找地图上找到那个地方 你才能开车过去呀 对不对呀 你不可能一边找一边往目的地走啊 你目标不明确的话 你再开也没用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此理